早前提及種子、泥土、花盆及肥料如何選擇 不如我們今天選擇漂亮的東西 依依,你很快手 當然,來到不選花,選擇甚麼 我們來到位於Risa Road及Highway7的一間花圃 我們來到林郎滿目,多到我都不懂選擇 當然要找專家依依帶我去看看 我們可以先看看一年生的植物 一年生即是每年都要做功課 可以這樣說,因為他們在我們的天氣是過不了冬 例如我拿著這盤 即是玩一季便完 即是菊花類的東西 這些是比較夏天會開的東西 而它是捱不過我們的冬天 如果你要種它落地的話 其實只是玩一年而已 當然我們也有些方法去補存它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它 想去陪你多幾年的話 你要拿入屋 但理論上在我們本土的天氣下 他們只可以生存一年一季而已 但你種了泥土之後再拿入屋 又再種泥土便很多功夫 那你可以種它在一個盤 拿一個盤入屋便可以 但是當你打造花園的時候 譬如你買一盤這樣的東西回去 你會不會把它移到地下 即是花園有盤 好像不夠一體化 如果移到地下 你可以考慮種一些多年生的植物 那就不用說 即是在本土的天氣可以生存很多年 例如我們剛才看到其他人 推著很大盤的茅單 那些東西 不過今天我們可以先說這些 例如一年生的植物 他們都會比較容易種 即是他們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們自己 譬如這裏本土 都仍是一年生的植物 其實他們是每年自己會播種的 好 我們這個一年生 我看到有超多選擇 其實有沒有選擇的時候有什麼秘訣 還是都是合眼圓 我喜歡它的樣子 我就可以買回家 例如那些先說 這些花仔 例如你在香港其實都會看到很多 但是在香港 他們不冷就可以過到冬 但是我們這裏就不行 所以他們是一年生的植物 那你說一年生的植物有什麼特別呢 通常他們都會是由季頭開到季尾 因為它只是生一年 都是說四五個月的事 是的 但是它會開足這麼多時間 譬如說這些 其實它會不斷開不斷開不斷開 如果你是一個不是很多鋪排來的花園 想每年的時候 種這些它就會不停地開花 那你就不用繼續想 或者計劃 我現在就要種一盤夏天開的 旁邊就要種一盤秋天開的 秋天的時候 可能種些是春天開的東西 那你的花園才會多顏色 那如果你說你伸手 你又不懂得搞那麼多東西 又不懂得選什麼好的話 你買一年生的回去 可能搭一下顏色 或者試一下種 那它整個季都開 對你來說 可能就會異上售一些 嗯 我看它都是一盤一盤的賣 如果種下去的話 會不會有風險 風險的意思是 即是我連根拔起 然後它本身有些泥土 但是我種在我的地上 可能泥土的性質有些不同 那你就要看你這個 通常地上就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你說我剛剛搬進去的 其實我就不知道下面的泥是怎樣 又或者是現在我們新屋 其實下面的泥會比較少 因為你建屋的時候 它可能掘走所有的東西 最後它才放進去鋪的草皮 其實它下面沒有什麼原裝泥 可能有甚至有很多磚 垃圾 水石 是的 那你就可能要調整一下你的泥土 我們有機會可以說一下怎樣做 但是這個就會比較複雜 不過你說 譬如整棵這樣拿起種下去 它是連著整個這樣的東西 那你是不需要 即是說拆它的根出來 你只要拆一個洞 把它放進去 然後填密的洞 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到一些很特別的這些 這個狂子那麼粗 嗯 整個薑 那樣 這些是室內的植物 它就不是一年生的植物 但是通常就放在家裡陰陰的 你看到我們走來這個位置 都是會陰了 是不能夠曬太陽的 不能夠曬太陽的 不能夠曬太多的直接的光線 是的 但是沒有東西 是不需要太陽的 一定是需要太陽的 嗯 其實它都需要很多光 它都有寫明 但是你未必可以直接曬它 嗯 這些盆栽 它又不是花 是不是不屬於花 它不見它有花 有些葉 有條很粗的框 它們通常這些是類似盆景的擺 嗯 主要不是種花 這樣去種它 OK 是的 但是譬如是後面這些 叫berry daisy 你看到很多彩色 很大度 我抱著一盆 待會我會選多些 但是後面譬如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裡都有些多年生的植物 但是譬如像這些 它是大紅花 你看到香港是很多的 但是我們這裡 你在室外看到的大紅花 是比較少 有可以捱得過的品種 但是一定不是這個 那這些要怎樣種呢 你如果選擇種落地的 那你就會 你要掘起它 可能 如果不是 它就捱不過冬天 就會再見 但是通常這麼貴的植物 我們就很少會直接種它落地 然後就不理它 即是會是冬天保存它去實內 是的 那你可以選擇種在盆 就算放在外面也好 你可以選擇種在盆 又或者是有個 tricky一點的技巧 就是你掘個冬天的盆放下去 那你看到它表面就好像種在地 但是其實你冬天要拿出來 都很簡單 哦 那整個盆移去室內 是的 去照顧它 然後下一年的夏天 就再留下 沒錯 是啊 真的挺貴的 我看你手上的小盆 那些可能是4-5元 就已經有交易 但是這個是30元 因為其實它怎樣都是 一重灌木 這些是一棵小小的東西 其實它大起來可以很大一棵 不過照顧起來又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是比較advanced 可以種的東西 還是看一些比較beginner 如果比較beginner 我們可以握個頭 看看前面的花腩 對 有些又吊起 其實吊起和種在盆裡 又怎樣分 和怎樣選擇 吊起會比較容易打理 吊起和中 感覺上不用理它這麼多 不會吊起 因為其實它的根 只是在一個花腩裏面 其實它有的泥是比較少 它乾得會比較快 淋水要多一點 淋水要多一點 尤其是它高了 有風吹 太陽曬 它會瘦曬 譬如在地上 有時 那個佔著 譬如在薩斯地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水未必有這樣流得那麼快 所以這些通常 你一天可以 起碼要淋一次水 如果太陽曬 好像現在的天氣熱了的時候 更加要淋得密 可能一天要淋兩次至三次 我們還是選一些簡單的 其實這些都是簡單的 因為別人砌了給你 很漂亮的 吊上去有另一種感覺 那些吊著 但是有一個盆 這個也是盆 不過它是用一些 感覺上 原來都是有盆的 它是有些比較疏氣的物料 譬如是椰衣 我們叫做 或者是一些 一些纖維織的籃 其實它全部都是籃 它混了一些MOS 但是那些是花盆 一樣是可以吊盆的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海棠 又或者這些是Petunia 全部都是一年就沒有了 即是冬天它就會死 好吧 我心目中已經有了選擇 我們不如去選花吧 好啊 不過我下次還要請EE 來教我們選一些多年新的植物 記住留意著我們CCUE的C加花園系列 所以我會選一位 如果我選你 那些會選三角色 那些會選擇 在哪個頭一共那些會選擇 現在做又久了 那麼 theor 你選擇 嫌 你選擇